她是国家大剧院走出的第一位诗人 在中国最高表演艺术中心 她汲取灵感 当下有中国烙印和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并不多见 因为一个梦想 她开始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 我们需要讲述中国精神 有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的同诗和儿童文学作品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西游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嘉宾可是位多变的才女 她是诗人 笔墨挥洒 写过上百篇优美的诗歌 她是儿童文学创作者 童心不敏 是位中国儿童写下属于他们自己的童话 她在艺术殿堂工作 对时尚美丽和艺术有着别样的追求 她是谁呢 她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国家大剧院的艺术工作者 青年诗人 许静草 许静草 北京人 2007年 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2007年至今 公职于中国国家大剧院 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 先后出版诗集 听花时雨 午后的星星 尤其擅长艺术诗歌创作 代表作 音乐女神 树的味道等 金草您好 秀您好 欢迎来到人物访谈 谢谢 今天我带来了我的第二本诗集 午后的星星 请坐 这本诗集应该是你在16年的时候出的诗集 在室友界其实非常的受欢迎 我希望它能够让大家喜欢 能够充满艺术感 有美感 是一个很精致的诗集 从内容上来说呢 我里边呢主要是 因为作为80后的一个年轻人 里边主要是我作为80后年轻人 对于生活的一种畅想 有我对青春的礼赞 然后当然还有很浓重的一部分的笔墨 我是在表达对高雅艺术的一种 由衷的赞美和膜拜 我刚才呢也看了一下你的履历啊 你看你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法律 但是你现在又做诗歌创作 儿童文学创作的工作 一个理性一个感性 这天平的两端 你是怎么把它融合在一起的呢 像比如说三体的作者刘慈欣 他是一位工程师 明朝那些事的作者呢 他是咱们海关系统的公务员 所以我觉得所学专业 还有从事工作跟文学创作 它没有必然的一个联系 就我个人而言 就我对诗歌的喜爱 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有一天就情绪积攒到那儿以后 在课堂上就随手写了两首小诗 写的都是关于友谊的 在12岁的时候就写了你 人生当中的第一首诗是吗 那你还记得当时写的内容吗 我还记得 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 当时是写的 烦恼在闪烁 乌云飘过 有哀愁诉说于我 风一阵水折其小波 运连着运向外阔 天涯并不遥远 心寻找知心朋友一个 听了你的这首诗啊 真的能够想象到 一个小孩子就趴在窗台边 然后呢眺望着远方的世界的那种画面啊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也是采访了一些朋友啊 看看诗歌在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 有没有像你一样 有一种很大的影响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一些朋友的采访 我对诗歌算是比较喜欢 我对诗歌还是比较欣赏的 嗯 听你话的 从小就开始背 有呀 我在那个 嗯 比如说在作文里 我就经常就是一段我就会写诗歌 嗯 写作文的时候 但是高考不想 就是平常写作文的时候 嗯 想要去引用一些 现代诗比较好的那些 来拉长自己的篇幅吧 可能是 我觉得诗是那种文艺的 比较有意境的 我认为的诗歌就是 它比较直接 它没有那么多繁琐的就是 就是来形容某件事啊或某个物体 就是比较感悟生活的那种类型的人才会写得出比较好的诗歌吧 呃 金曹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呃 因为我觉得能写出优美诗歌的人跟我们平常人看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对生活中任何的情愿 我觉得了解的都比我们生活中的正常人要深刻 所以我想问一下 您是呃 经历过什么才能写出这样优美的诗歌的 金曹老师 我想问您是如何在作诗中如何就是更准确地抒发自己对某一件事的情感 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把一个想法就写表达在诗上 刚才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其实呢在生活当中也是有这种诗情画意的表达 那大家也在问你说对诗歌的一些看法 那你觉得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呃 首先我觉得刚才同学们说的都特别好 那就我而言呢 诗歌呢是用一种明练的语言 用有节奏和乐感的语言去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嗯 这是我们给诗歌下的一个定义啊 那具体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写诗这个上面又该怎么做呢 呃 我觉得写诗呢 要有一点点天赋 但是最重要的呢写诗首先你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 就像刚才小片里同学说的 我看到一棵树 我看到一个小花 我就有这个想写诗的这种冲动 第二个呢要有一个善感的心灵 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了眼睛捕获了美 我们有的心灵感知到了美以后 最重要的是你要体会到那种写诗的灵感 写诗最重要的是要有灵感 灵感就是你听到你心里的那一首歌 你捕获到了你思想的火花 然后把它写下来 而许静草就是因为在国家大剧院工作 期间写下了众多美妙的诗篇 而这首音乐女神就是如此诞生的 那你的灵感来源还是比较特别的 比方说我刚才在看你这本书的时候 有一个音乐女神 而这上面你写的是 是你在观看伦敦交响乐乐团的演奏音乐会之后 所以有感而发写了这首音乐女神 那很多人说我看这个交响乐啊 只是觉得很振奋 好像很有启发性 但是你却用诗歌的这个形式 表达了出来 还是很幸运很难得的 音乐女神这首诗 实际上应该是我在国家大剧院 创作的一首 第一首跟艺术有关的诗歌 这首诗也开启了 我在艺术诗歌上的一个 创作的一个窗口 我还记得当时 因为伦敦交响乐团 它是一个百年的名团 而且是世界上五大顶级交响乐团之一 当天的指挥大师 是有俄国沙皇之称的杰杰耶夫 当时呢 演出的曲目我记得有一个是 柴克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利叶 我那天比较幸运 我坐在了整个舞台 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 包括乐队的编制 像小提琴声部 大提琴 中提琴 低音贝斯 包括管乐器声部 打击乐器声部 他们艺术家的每一个动作 表情啊 包括他的手 我看得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当天音乐会现场结束以后 我还就是久久沉浸在这个音乐的氛围中 就一气呵成写下来这首音乐女神 在这首音乐女神当中 许静草找到了自己感情的宣泄口 国家大剧院 是中国最高表演艺术殿堂 每年有近千场商业演出 汇集了国内 及世界顶尖水准的表演 这样得天独厚的艺术氛围 让许静草获取了丰富的创作灵感 我们看啊 你艺术诗歌的这些来源 都是源自于听交响乐啊 听音乐会 其实这本来就是比较小众的艺术啊 而且诗歌呢 在大家的解读当中 可能更多地表达的是 比较抽象啊 比较灰色的一个感觉 那这两者的结合呢 你想传递的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其实跟艺术有关的诗歌 我觉得它并不灰色 我其实是想 向读者去传递 我在音乐会现场 在歌聚会 这个现场的一种 强烈的这种感受 所以说我们看这本诗集 第一章应该都是和你去 听音乐会交响乐会有关的 那我们看到的这些诗 其实就是你当时在现场的一个 最真实的内心的表达啊 对 其实我是想能够 通过我的文字 向读者来表达 这个音乐会有一个 的一种最直观的感受 音乐是有弦乐和节奏的 有时许敬草 在听到音乐的重复 听到用不同的乐器 来演绎相同的弦乐和节奏时 心里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愉悦感 仿佛音乐在教他 如何再把旋律和节奏带入到诗歌中 他听到的是音乐 但在他心里已经变成了一首诗 那除了这种艺术上的诗歌的表达之外 那你其他的一些创作 你觉得还是多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像我的这本书 像第二集《树的味道》 第三集《恰恰》 这两集呢 其实都是生活气息比较浓郁的一种短诗集 因为是80后的年轻人嘛 我们有自己的时代气息和特点 最后一集呢叫《知青春》 《知青春》呢 也是表达了我对青春 对事业 对爱情的一种 自己的这种思想和独白 哎呀 明天就是独树沙龙了 我还没想好穿什么 你这问我可就问对了 然后但是我想先问一下 你这边比较喜欢什么风格 我喜欢比较简单大方 但是要枝形优雅 有设计感和美感的衣服 我这边正好有衣服比较适合你 要不等一下我们试试 好呀 我们这个题板叫三星不二一 就希望你这三个词 能够对应上这几个元素 好吗 在早高峰的地铁里 车门开启 汹涌的洪水涌入 压缩一次次压缩 你刚才说到你是做党政工作的 那我们也看到 其实你也会涉猎一些红色题材的诗歌 对 我不光是像艺术朝圣 比如说我在去兰考 去井冈山 去延安 去这些红色革命圣地的时候 我都会尽量地去用诗歌来表达 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对于祖国的这种赞美 对于这个革命先辈的一种崇高的致敬 但是我们会觉得 其实我们去看诗歌来讲 或者说你的诗歌更多给人的是一种 小溪涓涓流水的感觉 但是红色题材 有一种气欲轩昂 奋进昂扬的一个气势在 那你是怎么把这两种不同的气质 揉合在自己的诗歌当中呢 其实我觉得红色题材的作品 不一定是要那种气欲轩昂 比如说像我去年去了一趟大寨 可能咱们作为80后年轻人 大寨精神 大家不是说特别了解了 大寨那种坚果奋斗 自力更生的精神 如果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去理解 应该就是要脚踏实地 所以呢 我当时在大寨的虎头山上 我就写下了一首诗叫 《树的味道》 在我的第二集的第一首诗 说的是 就是每棵树的味道 在山中光来自弯弯的银月亮 稀疏的声音 小溪的声音 远处谁家的狗吵闹 提醒着我 不要再凝视银月亮 即便它那样明亮高高地 挂在虎头山上 快来 在暗中辨识 桑叶松针与春树的香 山里人说 在山中久了 就闻得出每棵树的模样 其实我看到你写的这首诗 有一种陶渊明 悠然见南山的一种感觉 但没有想到 其实是源自于革命 红色的革命圣地啊 对 我把就是大寨精神 比作那个圆圆的银月亮 然后我身处在大寨之中 在虎头山上 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说 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去劳动 去实践 去创造财富 所以就像山里人一样 他们经常在山里劳作 他们就是哪怕天很黑 他们也都知道 远处这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他没有看到 但是他能闻到树的味道 一千个人眼里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诗歌能够带给人共鸣 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感受是 要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 和文化认知的 朗读诗歌也是在表达自己 曲静草将诗歌 变为自己表达生活的方式 并为之组织了一个 安静文雅的读诗会 通过你的这样一些经历 也感觉你是无处不诗意 但其实你也是把自己的这份诗意 有了一个很具体的传达 听说你一直在组织读诗会是吗 对 因为我的朋友也比较多 所以有时候就组织大家一起 喝喝茶 喝喝咖啡 然后每个人站起来当众 朗读一首自己喜欢的诗歌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交流和交友的方式 也就是说定期会有不同的朋友 然后到你的这个读诗会当中 去朗读他们自己最近感兴趣的一个诗歌是吗 对 因为我觉得读诗会 它这种形式存在是特别好的 对 你看我们今天很难得的见到静草老师啊 不如我们就来一个简易版的 这个读诗会怎么样 我们就选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北京的地铁 人与人最近的距离在早高峰的地铁里 车门开启 汹涌的洪水涌入 压缩一次次压缩 身体在扭曲 以近乎奇特的造型 挤在睁眼缝隙 以贴近极限的方式寻找支点 用一只大脚拇指 还是很有趣味性的 对 觉得你朗读得非常的好 是吗 谢谢静草老师对我的一个评价 诗歌是少男少女的天使 平时除了写诗和工作 关注教育和儿童问题的许静草 积极在孩子中推进诗歌美誉 和尝试儿童文学创作 他希望有更多的人 关注弱势儿童的教育问题 和中国儿童的精神世界 你看我现在手上的有三个词 爱心恒心和决心 这个你先拿着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题板 这上面有四个词 我们这个题板叫三心不二意 就希望你用这三个词 能够对应上这几个元素 好吗 那我先来看一下 秦皇岛诗歌推广中国品牌 你这个对应的是诗歌推广 还是秦皇岛 两个 我刚说我们是三心不二意 你就如此行为 比较博爱 是吧 那是不是其中有我们不太知道的一些小故事呢 是这样 就是之所以做诗歌推广呢 也源自一次爱心行动 我的一位朋友呢 跟我说他要去秦皇岛县爱心 那有一个孤儿学校 大概收养了200多名孤儿 他们要去送一些米面凉油 我说哎呀 那我能做点什么呀 我说要不然我去给他们那儿的孩子 讲一堂诗歌课 这件事情现在还一直在继续下去 对 而且呢 也借咱们这么好的平台 做一个小的广告 因为这个爱心学校呢 是一个慈善人士 他自己办的没有政府的背景 老师们的办公桌 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东拼西奏而来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借此些爱心 我以后也会经常的去这所学校 给孩子们定期讲诗歌课 也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 能够加入到 禁草的志愿团队当中来 那我们接着往下走 现在是恒心 这个恒心你想放在哪里呢 恒心放在儿童文学上 儿童文学 这个有什么联系呢 我是觉得中国的孩子 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儿童故事 所以我也是想写一些 能够抒发中国精神 和中国声音的这样的文学作品 我们也希望能够早日的看到 禁草所写的 有中国元素的中国特色 中国精神的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 那最后呢 应该是决心了 应该是放在中国品牌这个上面了 这个 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缘由呢 现在我的儿童文学创作 已经进展到一半了 今年呢 是打算完结并出版 我希望它能够成为中国的哈利波特 不仅在中国 能够成为品牌 也能够在世界上 屹立成一个品牌 对 好 那还是那句话 我们也是期待着 禁草的这部作品 能够早日的出版 那其实呢 我今天和禁草 做了这一期的人物访谈之后呢 特别想叫你一声师父 你知道吗 因为我自己本人也会觉得 诗歌是一件很抽象的 很复杂的 比较小众化的事情 但是我们通过今天呢 和禁草的聊天 发现 其实只要你有一双 发现美的眼睛 只要你愿意把心灵打开 生活处处都有 诗情画意存在 那今天的禁草呢 也是用他自己的诗歌 以及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带我们开启了 这样的一个世界 也非常感谢禁草能够 今天做客 我们的人物访谈 本节目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 了解更多文学艺术信息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用心做得更好 本节目由Future Media 用心制作播出 简约生活依然之美 主持人服装 刘塞斯克瑞独家赞助 感谢优酷土豆搜狐视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一期 我们将为大家请来 旧外会中的电视人 任远远 听他讲述 未必快乐着的传媒生活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